在阿尼姆局新的中日女排比赛中 一群居住在荷兰的维沃尔妇女神穿引游中国挺直 维沃尔种族灭绝紫阳的T恤 抗议中国在东特杰斯坦的种族灭绝 据报道9月28日在荷兰举行的女排世界金表赛中国女排 对称日本女排的比赛中 党地一些维沃尔妇女在荷兰东特杰斯坦协会的组织下 身穿引游中国挺直中族灭绝 紫阳的服饰出现在球迷当中 比赛开始半小时后 报案人员拿走了维沃尔女士的衬衫 这些女士们的勇敢行动引得了世界各地维沃尔人的赞扬 中国在东特杰斯坦的种族灭绝被提伤国籍议程之际 伊尼政府将一名维沃尔人引渡到中国迎接了转然大波 贝内尔新闻9月27日报道 伊尼想中国已交了一名今年7月复刑后获舍的维沃尔人 伊尼进防美欧脱落致命维沃尔人被引渡到哪个中国城市 据报道 35岁的爱荷梅蒂·波茲兰与其他参民维沃尔人 一期在2015年被判处留职8年图信 罪名是使用假护照并非法进入印度尼西亚 据报道 启国集团外长在纽约会晤期间评估两和国人传搞转办公室的维沃人传报告 承诺将继续在维沃人问题上保持合作 并强调两和国应该关注这封报告 据悉几国外长讨论了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全球后果 两是安全和能源安全台湾和东都决斯坦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 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利斯在防日期间 称美国将继续神话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网文斌在美日新闻发布会上呼吁 哈利斯旅行华盛顿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在西方国家和人传组织就近期两国人传报告中 关于中国对待行动图居斯坦去维沃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 而谴责中国至今 大多数非洲国家一直保持沉默 南非国籍事务研究所中非专家克布斯反思 他等表示由于中国的经济印象力 大多数非洲国家根本不像在维沃尔问题上挑衅 在许多国家看来 新疆似乎咬不客气 观察人士直出 非洲国家也不愿溯源中国 中国是七亿的一炉产仪的转驻者和大量寄出设施贷款的来源 日本海上包安亭表示 三挫中国海经船试入成哥驻岛附近侵犯日本领海 据报道 这边许诺金警告 根据日本语船的中国船只离开给国领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